但欧美市场的票房却低于预想 这促使陈可欣开始思考核牌片投资结构问题 投名状之前那三四年 大部分的电影都是香港主导 都是香港投资方主导 那内地的角色很多时候 其实说是核牌方其实是更像买片 就更像说大陆投资多少 通常都是在于不是在于你的投资额有多大 是在于他们计算 我觉得我大陆票房有多少 我就投多少 就我觉得有一个亿票房 一个亿你扣回来 跟系人分回来有四千万 四千万再扣宣发费一千万 就是剩三千万 他就觉得这个系我就投三千万 不管你是三个亿投资 或者六千万投资 总投资我就投三千万 我们那样的同频状 不求同生但求同事 收到对 自己把个点背 撑着起 杀 投鸣状的投资中 海外投资占到七成 但在票房总收入中 内地从原来预设的三成 占到了七成 我们太需要一场实力了 跟着我 出 所以我觉得那个以前的那个方法 就香港作为主头的那个地位 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就第一个跑来跟博纳 跟玉东讲说 其实这整个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我觉得我们应该顺应着这个潮流 这个过程开始转变成什么呢 就是版权的归属 开始回到内地来了 这是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变化 就是我们拥有制作权利了 我们开始投资给香港电影了 然后这批片子呢 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地的主导的合拍片开始 荣华提名最佳导演包括 陈德森 十月卫成 欲求文明之幸福 不得不经文明之痛 2009年陈可欣和黄建新 组建由制作电影工作室 和博纳共同投资拍摄了十月围城 影片的故事背景 设置为孙中山在香港过境 清政府抑郁谋杀 而香港义士为国家命运奋力搭救的故事 有评论认为 这是一个中国电影官下的新式香港动作片 第二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场奖最佳导演 陈德森 十月为四 十月围城收获了两亿七千万的票房 并在2010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中获得八项大奖 从小钟爱动作片的谢霆锋也因为这部电影 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 准备一大奖 住在 坐好 坐好 住在 走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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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也是非常投入建了一家九年历史的后制公司 在上海也有,在北京也有,在香港都有 但是我所有的动作都是我亲身上阵 那为什么?这个就是电影的精神